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台湾的各大报在今天头版头消息 中国时报的部分报道的是 台湾青年劳工低薪被认为是少子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呢所谓的低薪到底是多低 劳动部长何佩山已经说了 参考经合组织的定义 月薪低于3.1万元就算是低薪劳工 本国全时受雇劳工人数大约有748万 因此现在推估 其中呢月薪低于3万1000块钱的劳工 大约有120多万 占比呢是16.7% 另外一个部分台湾的人口结构也拉紧爆了 当然现在2070年总人口数将会比2024年的 2340万人数大减大约844万人 总人口估计只剩下大约是1497万人 国发会有说现在跨部会正在协调提对策 预计明年2月份会再次召开相关的会议 来讨论评估的结果 好接下来看到旺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这个是大陆的住建部部长有在记者会上头说 要打好政策组合权 将会透过货币化安置房的方式 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 还有违旧房改造 他强调对于房地产止跌回稳是充满信心的 一定能够打赢保焦房攻坚战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臣即可 如果我们是相激号的 对司号 成长 好 对司号 刘 犯 13